大年初一副總統賴清德行權門檔 10號下午回到台南 不僅市長黃偉哲陪同 黨籍立委都出席 致謝台南市民同時也發放紅包 讓民眾討個好彩頭 大年初一賴清德一刻都不得寫 到基隆發紅包時 來了位大學生唐宇田 寫了一張手寫信給賴清德 由於陶允田和他父親相依為命 不過父親在他學徹前病逝 他一獎助學金辦完喪事之後 順利考上國立東華大學 當時賴清德還親自到了基隆高中 探望並鼓勵他 而另一頭總統蔡英文大年初一到了中正一分局慰問執勤的圓景 有小朋友穿上迷你的警裝 獻上卡片給蔡總統 中正一分局送上Q版總統以及總統和警車合體的玩偶 上頭寫著臺灣隊長 而今年春節也將是小英總統 卸任前最後一次未免值班的圓景 也要讓春節期間固守崗位的每個人 溫暖卻不孤單 三天宣告示我們又回到台北報導